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咱们翻牌的时间了 咱们来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边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网友albusgoi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您好 我想听听袁老师讲讲宋朝的军事实力如何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宋朝的军事实力很弱 你觉得宋朝的军事实力弱 是因为对手的军事实力太强 甭怪是辽金西夏还是蒙古 他们最典型的特点就是 你看《续自治通鉴》长篇里边的讲话 自契丹割禄燕迹以北 拓拔自得临下以西 其间所生豪杰皆为其用 称中国卫号用中国文字访中国官署 穿中国衣冠行中国制度等等 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 所以原来那些落后的游牧民族 匈奴突厥 这些落后的游牧民族在汉唐时代他不是对手 因为他是落后的游牧民族部落 而辽金西夏乃至后来的蒙元 都是先进的国家跟宋朝一样 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呢 人家仿中国官署 称中国卫号用中国文字读中国书籍 什么都跟你一样不比你差 还保留着游牧民族那种消武平临的武功 特别是幽云十五周天险近狮 华北平原无险可守 这个宋朝呢 又没有马 没有战马 北宋即胜的时候只有十万匹战马 南宋只有两万五 跟汉朝的六十万匹 唐朝的七十万匹 明朝的二十五万匹战马 都没法比 那所以步兵抗骑兵 两宋三百年国作不绝 很了不起 所以我推荐你看一本书 你们可以上网上搜去 叫铁血强宋 你们看看这本书 这本书呢 他就给你讲了 这宋朝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 这个三百年 你说这三百年他打仗 一直是败多胜少 老是他输 老是他挨揍 结果他能活三百年 仅次于两汉 在秦始皇统一之后 这个我觉得也不太现实 也不太现实 因此他留下这个 你觉得他这个军事实力 弱的一个原因 主要是因为对手强 他能跟这样强大的对手 这个并列三百年 其实还是很了不起的 好 网友朋友向阳而生 问了一个问题 最近在视频平台上 看了一个盗墓团伙 以古建筑景点为目标 其中有大多数的古塔建筑 想请问一下老师 中国有很多的古塔建筑 地下为什么都有地宫 为什么要在地宫里放那么多的奇珍异宝 是高僧的吗 如果是的话 寺庙要哪来那么多的资源 又从何谈起佛家六根清净 这个古塔为什么都有地宫呢 因为一般来讲 这个塔就是供奉佛舍利的东西 所以这个塔呢 它就是梵文苏土波的音译 我们汉语呢 把它翻译成塔婆 这个塔婆呢 后来再简称就是塔 它实际上就是供奉佛舍利的坟墓 就是佛坟 你理解就是佛坟 所以最早呢 这个塔在传入中国的时候 它就是为了供奉佛的舍利 因此你看所有的寺庙 那个在唐朝以前的寺庙 讲究七堂前兰 这个寺庙要有七座主要的建筑 不是旧七座啊 是要有主要七座的建筑 其中第一个就是塔 供这个佛舍利 然后金堂供佛像 讲堂 大家讲经说法 构成佛的身口意 就必须要有这三个塔 金堂讲堂 那有塔必然叫有地宫 地宫里就供佛的舍利 后来呢 这个宋朝以后 因为没有人再去西天取经了 那边都信伊斯兰了 信印度教了 所以没有佛舍利传入中国 有的时候这个塔呢 它也供高僧的舍利 你比如北京的潭浙寺啊 什么松山的少林寺呢 塔林里边都供这个高僧的舍利 那你有这个舍利 特别有佛舍利的时候 你要供佛舍利 你就必须要 这个他就会陪葬一些个 奇珍异宝 用来供佛 就佛家讲七宝的 金银水晶马脑车群 就这些东西用来供佛的 所以呢 就会有大量的奇珍异宝 埋在地宫里 那这些东西呢 或者是信徒捐赠 有的呢 就是像朝廷布施的 你比如福封法门寺 那就是唐朝皇帝 他布施的这些个奇珍异宝 不是和这个高僧自己的 所以呢 一般来讲呢 这些个古塔就容易成为这个盗墓团伙下手的目标 好 大钦钦问了一个问题 请问袁老师 蒙古何时区分为外蒙内蒙 这里边呢 是否跟地区汉化有关系 就是蒙古啊 他退回到这个草原之后 他后来呢 是分成两大部分 一部分呢 叫做达达 一部分叫瓦拉 实际上按照传统的这个划分呢 就是都尔本蒙古和都沁蒙古 那就是四十万户蒙古和四万户蒙古 那四十万户蒙古呢 是成吉思汗的这个直系呀 就是博尔之金市掌管 四万户蒙古呢 是戳罗斯市 就原来的那林中百姓 最后被这个成吉思汗征服的那部分蒙古人 那么到了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 因为这个达达他分居大漠南北 分居大漠南北呢 所以就把达达大漠南北这两部分 分别称为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 在清朝建国的时候啊 基本上漠南蒙古就完全被这个清朝啊 就统一了跟内地的郡县一样 他只不叫郡县 分成那个八个蒙四十九个旗 然后每旗呢都设掌旗的扎萨克 这些扎萨克有的是亲王 比如科尔沁就是亲王 有的是郡王 而这个王位是世袭王替的 不像那个满洲王爷的王位都不能世袭 除了那些铁帽子王 然后八个蒙各设盟长 那由这个掌旗扎萨克里选举出来一个盟长 那这些个地方呢 他就是因为归入清朝的版图之内了 清朝直接对他进行管理了 所以这部分就叫做内蒙古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墨南蒙古 那墨北蒙古呢 他最早跟清政府呢 他只是一个这个就是陈属国 也像这番属国似的 那每年呢给朝廷进贡 一匹白骆驼八匹白马 称为九白之贡 那他一开始只是就是说相当于大清的这个附庸 那这两部分呢就是原来的达达 然后呢这个瓦拉呢在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就被称为墨西蒙古 这个大家都知道墨西蒙古里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准嘎尔部 建立准嘎尔韩国跟清朝打了一百年仗 那在这个准嘎尔韩国最强盛 噶尔丹在位的时候他就进攻墨北蒙古 墨北蒙古战败往内蒙古溃退 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打败了噶尔丹 然后这个墨北蒙古就逐渐也就是被这个清朝收入版图之内 设立乌里亚苏台将军去管辖 后来平定了墨西蒙古 在墨西蒙古那个就是新疆那个地方呢 设立伊犁将军去管辖 就基本上都被这个弄进来了啊 所以他这个划分应该是从清朝开始 跟汉不汉化没有什么关系 好 网友克拉克问了一个问题 请问袁老师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经常发生政变 光荣革命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政变 至今三百多年没有发生过 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您觉得英国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美国也从来没有过政变 美国从建国到现在也从来没有过政变 那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 那就是他的这个法治完备呗 那他这靠这个法律靠这个宪法去管理 而且你看到现在为止 就是民主国家他都没有什么政变 你听说过这个这个这个法国最近有什么 就是法国有什么政变吗 法国也没有什么政变 他从那个第 呃就是拜高乐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后 他也没有什么政变 他就是跟那个民主与法治这种观念深入人心 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你看这个反而是这个这是所谓那些失败国家政变频繁 甚至战乱频繁 就跟他民主和法治不推行有大的很大的关系 是吧 呃网友BOREN问了一个问题 原来说最近在想一个问题 古代打仗通信交通极其落后 比如某地有叛军或者边境有敌军入侵 两军一般怎么找到彼此呢 是不是除了守城战大多数都是遭遇战 呃他有祥岛啊 他有祥岛啊 你蒙古人越边强就是有游牧民族越长城进来 他肯定得有祥岛进来 是吧 再者说他就是再落后 那个年代地图也还是有的吧 是吧 他总得这个这个了解这个对手在哪 那他才能够进来 是吧 那你看咱们那个京剧舞台那演演 那个那个那个什么上面所有的戏曲舞台 包括那不有流星探马 是吧那他也得派侦察兵嘛 古代叫赤猴 他也得有侦察兵嘛 探马来报敌人离我们还有多少离子 怎么着 不能完全两眼一摸黑 避着瞎打 那绝不可能的 是吧 有没有遭遇战是有 但不是说所有的战争都是遭遇战 那这些古代打仗寻找敌人的主力决战 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呃 作用啊 你看那个呃 卫星获取病深入大漠 包括这个蓝绿 北伐 赌鱼尔海 大败托古斯 天摩尔 都是找到敌人的主力之后突然发进攻 李静大破东突厥 他都是知道敌人主力在哪 不是瞎猫碰上死 好子瞎走 碰上就打碰不着拉算 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 那然后网友CHARLIE李 问了一个问题 原来说我也是十多年的老粉了 从您教高中补习班视频就开始看 我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正体演变中间发展都要反反复复 比如俄罗斯近三十年变成了寡头政治 再比如韩国也是很坎坷 难道中间的适应期 呃 必然发生 对啊 就是他有一个很漫长的适应期 因为你举的这些例子 比如俄罗斯啊 比如韩国 所有这些个 呃 就是 呃 正体演变的时候反反复复的国家 其中他都是缺乏民主的传统啊 请问你包括甚至包括德国啊 你甚至包括这个二战前的日本啊 二战前的德国都是这样的啊 所以你看德国本来从帝国到魏马共和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中间十二年希特勒 对吧 然后他才后 有有今天这个发达的这个经济民 这个经济市场化的政治民主化的德国 所以他这个过程是肯定是要会有的啊 因为你没有这个民主的传统 没有这种虚军的传统啊 特别你像俄罗斯这种国家 是吧 他一直是沙皇专制的这样的这样的传统 崇拜强人啊 崇拜磁富 钢铁磁富 崇拜英明领袖 是吧 所以他在这个这个呃就是苏联解体之后 他必然会走向这么一个寡头 这么一个强人政治的那个阶段 韩国也一样 韩国有什么民主的传统啊 是吧 他哪有民主的传统啊 他一直就是是这个这个这个呃就是君主制 然后君主制后来就被日本殖民了 日本殖民直接总督管辖 他哪有什么民主的传统 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很正常 就跟中国北洋时代一样嘛 是吧 好 呃 网友朋友嗨杨王那问了一个问题 那说 袁老师我想知道古巴导弹危机啊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如果不能用生存空间来形容 该用什么词语形容合适 这个古巴导弹危机啊不是一场冲突啊 它是一场政治上的博弈 虽然两边拉开架势了 但是呢 咱们从后来解密的文件来看 两边都不想打 实际上就是比谁先怂啊 这个所以那个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他说了这一句特别话啊 特别有名的话 那说我们跟俄国人在玩一种游戏 对吧 我们眼睛瞪着眼睛 看谁先眨眼啊 当双方都感觉到眼睛酸了不行的时候 俄国人眨眼了 那他先眨眼 他怂了 是吧 再说这个冷战时期啊 美苏就是互为假想敌 早就盘散的弄对方一把 只是呢 震慑于对方的体量 不敢动兵啊 所以呢 搞各种小动作 这跟现在俄乌战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别说十年前了 你就是到2021年 谁能想到普京会搞全面入侵 还有一点 古巴导弹危机从结果上两边是各让一步 苏联呢 撤走在古巴的导弹 美国撤走在土耳其的 那这跟生存空间是完全对不上的 生存空间是你死我活 如果套用这个理论的话 那古巴导弹危机 美苏就应该干起来 只能活一个 就是像美国说的 两个小时让苏联变成一堆冒着烟的废墟 苏联说的 把美国从地图上抹掉 就应该活一个 而不是说各让一步的问题了 然后 这个 网友James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有文章说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禁锢人的思想文字 实行君主专制 但是相对于百家争鸣 其实是相对于百家争鸣 明家辈出时候 先秦制度的倒退 导致中国几千年没有发展 都是在王朝建立 百姓反抗中反复 请问这种看法 是正确的吗 应该说很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你看 中国的文化最发展的时候 两大高峰 就是大师辈出的时代 一个是先秦 一个是民国 就是这个 为什么 就是他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弱 他没有 这个就是控制思想 控制文化的这个能力 在这个时候各种思想 各种文化百家争鸣 自由发展 你别看那个 这个民国都是那些军阀 是吧 那些人目不时令 老粗 其实他们对教育很重视 你像张作霖 一到这个9月28号 孔子的这个诞辰的教师节 穿上长袍马褂 挨个给这个 这个各学校的老师做衣去 咱们是老粗 咱是粗人 这娃子们的教育 这孩们的教育 就拜托各位 就干这种事 他反而 你说他去搞什么文字语 这是不太现实 他都不认为那字 他搞什么文字语 妈的个八字 是吧 他就这么个意思嘛 所以这个 那个时候反而是 这个教育非常发展 然后思想非常活跃 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 你反倒是 你像秦皇焚书坑儒 汉武帝 罢绰百家 独尊儒术 天下就一种思想 去思考的时候 万马其音 越来越禁锢 所以呢 就说这个 从周治到秦治 中国就过渡的太早了 西方国家 一直到18 19世纪 才完成过渡 所以他那种 这个 周治 就很容易被推翻 那是青是路的 这个这种制度 贵族管理国家 这是很容易被推翻 推翻之后 他就有资产阶级 再代替了 咱们等于在2000多年前 就把周治颠覆了 职业官僚 就逐渐代替了 这个封建贵族 去这个管理国家 然后职业官僚的 层数上 就是他的分母 非常大 比原来的贵族的分母 要大得多 所以很多社会 不问题的因素 都被卷了进来 都被改造了过来 所以反而 中国的传统社会 延续的时间 长达2000多年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 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LAURAL 杨问了一个问题 说忍不住 想问原来的一个问题 困扰我多年 中国出现秦制是必然的吗 如果没有商鞅 秦国或者山东六国 也会走上 类似的中央集权道路吗 欧洲直到太阳王 才搞起中央集权 是因为幸运吗 求翻牌 谢谢 是的 如果没有商鞅 也会走上 中央集权的道路 就是咱们中国 在先秦时期 诸侯争霸的这种战争 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不恰当的比喻 像三十年战争 像这个路易十四 在欧洲争霸 像那种 比如包括这个什么 什么这个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包括那个什么七年战争 包括 就有点像那种东西 所以在争霸的过程当中 各国都要复国强兵 都要加强自身的力量 那就怎么对于 这个复国强兵有利 就怎么来 所以我们都 各国不约而同的 都找到了 加强中央集权的这个办法 实际上你说 商鞅变法的时候 废除这个 分封实行这个限制 奖励军功 其实各国都是这么搞的 各国都是这么 这个包括那个魏国呀 包括这个 这个宠国呀 包括赵国 全是这么搞的 因此呢 如果没有商鞅变法 其他人也会这么干 如果秦国不这么干 其他国家也会这么干 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好 网友王晶问了一个问题 袁老师求翻牌 我想问太平天国 控制那么多通商口岸 是否有独立于清廷的外交 为什么没有外国势力支持 这个呢 通俗点的话说呢 就是因为他们太傻叉了 这个洋人一开始 是想跟太平天国搞外交的 说这个 因为他觉得这个太平天国 是这个也信仰这个基督教 也是我们信基督的这个兄弟 如果太平天国成功了的话 世界上将增加四亿基督徒 所以他们派人到太平天国的 这个占领区去考察 考察也参加了太平天国的礼拜 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这你妈哪叫基督教啊 这个 洪秀全是什么上帝的二儿子 上帝唯一只有一个儿子 你说自己是二儿子 你这让上帝交代不清楚吗 这玩意 这太刺了 误上帝 什么萧巢棚 是上帝转世 什么灵魂附体 哎呀 这就是原始巫术那套东西 而且呢 这个太平天国还洋洋得意的 给人家这个 这个外国人就写了封信 你们敬拜上帝多年了 你们知道上帝多高吗 知道上帝胡子多长吗 上帝穿多大号鞋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是 这个上帝的媳妇叫什么 你知道上帝 洋人都气晕了 上帝是个灵 他没有形象 什么他胡子多长 什么穿 什么头发都什么色的 穿多大号鞋 哪有这东西 那就这帮人干嘛就胡闹啊 成不了事 而且呢 你说太平天国 控制了那么多通商口案 一统山河 五十七里有半 满朝文武 三百六行都全 那江南大营 江北大营 就站在就站在南京 这个一南一北 清军两度重建 江南江北大营 他占了什么通商口案 苏州 杭州 这就短期战上海始终没有打下来 是吧 所以基本上那些武汉 他后来也丢了 安庆也丢了 基本上那些通商口案是在洋人手里 而且那些通商口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才打开的 对吧 1860年以后 长江流域才开放 那一开始就是广沙 浮宁海嘛 就这五个通商口案 那太平天国一个也没站 是吧 所以他没有什么独立的外交 也不会有外国势力支持他 那就这个意思 好了 最近大家的评论 咱们今天就回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